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很高兴在证言上人那里足迹与您见面 尚说慈祭人遍布全球各地 只要哪里有苦难 即能就近去援助 正如佛菩萨能化百千万亿生 各地的慈祭人 以相同的精神理念 相同的慈祭之名 在世界各个角落闻生拔苦 尚说慈祭人的精神理念就是大爱 是复出无所求的菩萨精神 如菩萨分身片满虚空 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 来自全球二十一个国家 一千七百多位海外慈祭人 违归心灵的故乡 轻辱施恩 全球慈祭人以佛心为己心 以施智为己智 坚定信念 并成佛心施智 以静思法脉慈祭宗门为依规 坚守慈祭实戒 发心力愿 密行慈祭菩萨道 上人欣喜全球 弟子核心共聚 上人步履匆匆 清零三处会所 特为海外弟子们受证 也启动首场全省岁末祝福 为远途归来的弟子们献上祝福 海外归来受证 就是师父开始启动要前生岁末祝福 你们的受证同时 也是师父要向弟子们祝福的时刻 在岁末祝福一定是先从海外归来的弟子 在岁末祝福的时刻 这一次有一千多位的弟子们从海外 不同的国度有21个国度归来 每年一度都是全球回来受证 在回来受证的这个时候 就是表示又是新的一年来临 旧的一年将要过去 我们人人天天都要感恩 每天健健康康地醒来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应该要感恩 感恩过去的昨天的一秒钟之前 都是平安的啊 所以人人要为过去的平安而感恩 过去的生活一切的供应给我们生活 我们也要感恩啦 活叫有港 世从恩 我们要感恩父母 感恩司长 感恩三宝 还要感恩呢 天地之恩 所以要敬天爱地 同时我们要聚福源 这都是慈祭人 人人都要很清楚 新的一年就要来临 旧的一年即将过去 尚能免是全球慈祭人 要感恩过去的一年 得以平安度过 也要感念四重恩 感恩父母恩 师长恩 三宝恩 也当感恩天地之恩 故要敬天爱地 共聚福源 至此岁末时节 上人祝福新寿正委员 在慈祭菩萨道上 福慧双修 每年一度的受证 从我的前面走过的 每一位都是充满了诚 很诚 那种的内心的诚意 那一份的精进的心 已经累积了很久很久 有不少人从我的面前过都说 好几年了 终于回来看到师父了 我也相信好几年了 这种好几年的精进 在慈祭路上 都是用心用爱付出 马来西亚 集大了一个家族啊 就有八个人 同时在这里受证 从95年开始的一个大节 那就开始发心啊 宁愿啊 就这样带出来一个家族 既说有六十几个人哦 也有小小的 小学的 也有中学 也有大学的 全家族 都是这样的投入 用心用爱在付出 听到都很感动 整个家族的那一份爱的投入 不简单 在经过我面前的 也有好几位就说 我也把先生带回来咯 我也把孩子带出来咯 就知道呢 有夫妻党 姐妹党 或者是呢 亲子党 统统有 这都是呢 一家人啊 共同一恋心 这叫做菩萨家庭 我们不只是说 一个菩萨家庭 希望呢 一个社区菩萨群 我们更希望 从任何一个国家的种子啊 还可以呢 扩散到其他的国家 上人感佩菩萨家族 同心同志愿 以爱付出 命运行于此祭菩萨道 上人祈祈祟 能普及于社区 落实在各个国度 能及时发挥救苦救难的良能 以救法众众众生苦 缅甸的天灾 的因缘 由马来西亚 在官房带出了 缅甸的种子啊 其实缅甸要来接受祈祭 而且发心立宴在缅甸 这样的落地生根 不是那样简单哦 政府政策的不同 缅甸的确要成为大圣佛华 但不简单 虽然是佛教国家 可是呢 间接不同 同样的佛华 但是呢 就是很难 把这样的大圣的精神落实 不过 慈祭人啊 会懂得如何接变化球啊 所以就可以开阔心胸 用爱落实 用爱关怀 用爱带动 从富有的人 我们接引他进来 穷困的人 我们的教导他如何呢 心中富有 这都是大圣佛华的宽桥方便的度化 穆团的宽桥方便的度化 因为因缘啊 我们要让人人知道 因缘果报 不管是大圣佛华 小圣佛华 都是同样应该要重视的 穷因为呢 有穷的因嘛 带来了 这一生既然有缘啊 我们希望呢 就是穷也可以呢 种个富的因 缘统人啊 缘统人啊 都也很单纯啊 佛教的信仰 他接触到了佛华呢 就那样的心开意解 很容易接受 持继的精神 我也很感恩 马来西亚几位菩萨 去做引导接引 更也感恩了当地的菩萨 还有呢 我们的台商啊 就在那里呢 做接引 所以这一次呢 缅甸的菩萨也回来了 更能理解他们 要回到台湾啊 不是那样的简单哦 很不方便 可是呢 有心就不难 圣人镇扬马来西亚 结缅甸慈祭人 不畏艰难 难行能行 以大圣佛礼 全球方便度化 令纯朴的缅甸人民 接触慈祭精神熏陶 得知姻缘果报之旅 而心开意解 欢喜信寿 得众善姻缘 上人赞叹来自 新巴威的 朱金才师兄 多年来 以担保的人力 完成50多场的大型发放 在最贫穷的国度 提供最温暖的关怀 新巴威啊 单独一位 朱金士啊 他竟然可以在那里呢 发挥到了这么大的良能 一个人肯发心啊 他要克服许多的困难 打从内心的佩服啊 整个首都里只有两个台商而已 在那样的环境啊 他曾经被抢 因为呢治安病不好啊 政府的不安定啊 受到了四次的被抢被解 都是呢很大的损失 可是他认定了 因言果报啊 他呢认为说 比较快乐 就比较快乐 到后来呢 他认为啊 是可能外业啊 要转业障啊 所以呢 他就是认真的 布施 认真的造福 认真的跟当地结好缘啊 他很用心 一个人呢 时时为了救济发放啊 等等啊 他都是到处跑啊 新巴威政策不平静啊 第一次施选他们到新巴威的时候啊 打电话回来说 好 在这里吃一朵米包哦 五百万 哈啊 这么多哦 明天呢 是一千万 怎么涨就涨得这么快啊 在明天啊 就是一亿 在明天的下午是一兆 你看 就是呢 那样的正情哦 变值了 开始那时候这家门风是 五百 五百万 到厨时是 很近就到了一千万嘛 对 到厨时一百条 一百条 一只面包 一百 一百兆 一百兆 一百兆哦 要一百 因为我刚才从他们政治动荡的时候 我以前就因为示威 示威 然后暴动 我有很多商店 都被抢光了 嗯 后来我工厂也被抢了 在一日多点哦 在当地呢 真的生活啊 很紧张 很辛苦啊 住在美国 华国 英国 马来西亚啊 等等啊 你我 都是呢 很幸福的人啊 我们生活在经济这样的稳定的国度里 所以我们要实时感恩啊 这个国家更不自由 动不动啊 都会夜谈 都造起张相就会被关 我听到感觉到说 很不可思议啊 我们台湾就是那样的自由 所以想来呢 台湾真好 在那样困难重重的国度里 要做慈祭 要去救祭 真的是很不简单 我很佩服 让人赞佩朱师兄在政策不平静的困难国度里 人坚持自己的信念 发大心力大愿 律行慈祭救苦救难的悲至愿行 让人体力生活在经济稳定 自由幸福国度里的慈祭人 更当实时心怀感恩 祈祝多花小和人 让子民不仍知怀 我祈祢一城阿人 进入流离华人间 我祈祝多花一圆 我祈祝多花一圆 祈祝多花一圆 在台上每一个人的表情 这样的歌词字都不很清楚 可是他们好像在台上 不管是推还是总是表达的 非常的微妙微笑 这一艘词航应该会开到南非 要做一件好事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不过这叫做菩萨 然行能行 所以能做到今天所看到的 这样的形象出来 这都是人人很用心 好可爱又很贴心 而且很真诚的行 感恩在南 南非有一群台商 他们从台湾到了南非 能懂得如何感恩 就地起财 感恩当地的劳工 所以他们就在当地回馈 是用菩萨行来疼喜南非这一块土地 更是疼喜南非的援助 南非的侏儒族 从不同语言 但是要把持继的话 要付种在这样的 不同乙系 不同种族 不同生活里面 有这么多的不同 可是就是那样的爱心 耐心 用心 真心 很诚恳的心 这样就付出 看到了 他们在南非所带动的志工 应该前南非是超过万人 他们是苦疑 无法依依回来 他们要回来一趟 要除处好几年才能回来台湾一趟 我知道 他们的生活经济 要归来不是那么容易 我更了解南非的持继人 很花心要成就他们 所以一年年的归来南非的 受证的菩萨 是一年比一年多 大爱台有英语的字幕 其中一位家里有安装大爱台 还要经过他们的用心 在翻译 这种的用心也可以欢意的 让他们每一句话都可以入心 感恩台湾去的台商 这一份的爱心 把爱的种子带到了南非去 很用力的撒泼 也感恩南非当地的种子 也是很用心 跟着持继人 就开始投入做慈善 但愿这一份爱的种子 撒泼在地球上 成为爱的地球村 持继大爱地球村 不久的将来 在他你我 我们大家的力量 把它完成起来 现在天地告急了 更需要人间菩萨早生 言见天下灾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更让上人有着来不及的担忧 上人呼吁大众 要将散漫的心收回 除了要有戒圣虔诚的心 敬天爱地 最重要的是聚福源 而想要聚福源具体的作为 就是情根福田 情根福田 才能真正防止灾祸 缓和灾难 所以要启发人人的爱心 启发人人的虔诚的善念 让大家通彻道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慈阳 祝福您福得聪明 正言上人那缕足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